台湾铁路工会发起五一劳动节不加班运动 当天台铁表定列车全面停驶 台铁提出免手续费一年退票应应 另外由于适逢廉价 台中火车站提醒可以改搭高铁或国道客运 或者是用市区公车和捷运等替代 旅客可以提早规划不要让当天的行程受到影响 火车是很多人通勤出游的重要交通工具 以台中车站来说 每天就开有将近200个班次 但因应台铁工会发起五月一号劳动节不加班 当天列车全部停驶 而有购买四月三十号到五月二号的车票旅客 一年内都可以免手续费的来进行退票 建议您及早规划 避免规划搭乘火车这个选项 那在票务的部分 我们只要是四月三十号 五月一号五月二号这三天的车票 乘车日这三天的话 在一年内都可以免手续费 全顿退票 五月一号当天车站紧留部分人力来引导转程 整个车站恐将空荡荡 而原本预计要搭乘火车的旅客 台铁建议可以改以市区公车捷运 来转乘高铁或国道客运 也建议游客要及早规划 避免让假期都耗在交通等待上 需要到台湾西部主要各大城市的话 建议您改搭国道客运 或者是到新屋日站搭乘高铁 那如果您是要到海线区域各站的话 或是海线地区的部分 那建议您到台中这边搭乘我们的市区公车 往沙路有我们的原本BRT的这些快捷公车 那如果您是要到台中市区其他各区域 比方说丰园 坦址 或者是松竹 大庆等等的部分 建议您改搭捷运 或者是改搭市区公车 台铁驾驶无意集体休假停驶非首例 上次是在34年前 如今历史又将重建 无意廉价的交通输运 又将陷入何种的局面 大家都在观望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